你好 你好,Rindian,你現在是不是在家裡? 是的,在家裡 你的家是哪裡的? 我住在Youtar,猶他 你住在猶他,OK 那你是不是在猶他州出生? 不是的,我在香港出生,香港長大的 猶他就來了四年左右 我住在美國五年多 你來美國不是很久 是的,不是很久,一直在香港 啊,一直在香港,OK 所以廣東話是你沒有語言嗎? 對,我長大所以都是用廣東話 除了廣東話之外,你還說什麼語言呢? 因為在香港我們都要學英文 所以英文OK 然後再讀其他語言就是日文,普通話 嗯 OK,剛才你提到 在香港你們都要學英文的 那你們是不是在學校 幼稚園開始就學英文的呢? 是啊,幼稚園開始就英文 變成英文是第二個語言 嗯 哦,沒有語言就是廣東話 接著第二個語言就是英文,對嗎? 是的 哦,OK 這樣的話,是不是上課的時候 那些老師都是跟你們講英文的? 嗯,如果是幼稚園 我那時候讀幼稚園的時候 其實都是,只是英文課的時候才會用英文 接著小學的時候 因為我讀那個不是一間叫做英文中學 所以其他科都是用中文教的 但是英文課就用英文 那到中學就是英文中學 那全部都是英文 用英文教的科目 用英文的了 就是學校的設定 就全部用英文 但是現在很多 那些英文幼稚園 或者英文小學 他們都會講完英文 都會的 哦,OK 那剛才你說到 你小學的時候 不是全部的科目都是英文教的 只是英文的科 是英文,對嗎? 那你會不會不習慣呢?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小學 都是六年,對嗎? 都是正是英文 唐就是英文 那你上到中學的時候 全部的科目都是英文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難呢? 初初 是的,初初升了 去中學的時候 都要有些時間適應 就是小學少一些科目 但是全部都是中文 然後 要轉到英文的時候 都要有幾個月 要適應 那你的同學 同班同學 是不是跟你一樣 都是小學的時候 就是英文和英文 其他科目就是 用中文 廣東外教 然後上到中學的時候 全部都是英文 還是他們是不同的? 還是他們小學的時候 全部都是英文? 其實沒有什麼背景都有的 比如我以前讀的那間學校 有大部分的學生 是本身的小學升上去的 那間學校的小學就是英文小學 所以他們會適應得好一點的 因為他們本身都是用英文上課的很多科目 也有很多這些是中文的小學進入這間學校 所以兩樣都會有的 那你是否可以選擇 因為剛才你說到中學就是英文中學 那是不是有些學校可能是近你自己的家 可能就是用中文去教的? 其實是可以選擇有中文的中學 或者英文中學 在香港是很現實的 就是你會選擇一件 那你會選擇一些 你會覺得比較好一點的學校 而那時候真的比較好的學校 都是英文中學 所以就是這樣選擇 聽說是要考試 你們是數學生中學 是要考試很難的 其实那个叫做 星宗师 星宗师但是人来真的很难 不是很难的 但是那个难的就是现在很多一些 例如Band One的自己名校 他们会自己另外有不同的入学面试和面试 真的会见你几次去讨论一些学生去入学校 那是那个部分 就是自己的学校订的那些入学史和面试团 那你那间是否要面试 我那时候就是 因为我那时候差不多是全校考头那几名 那我就直接进去那间 就是不用面试的? 不知道 但是其实有很多 譬如现在我就知道 就是不知道 很多人就是要 只有那一百个坏 可能一千人 是很难的 还是要争 是的 争这样 现在一般就会是这样 是的 是的 那你也是算是很厉害 还是很幸运 你不醒 是的 是的 我想我是不会搞那么多 就是我想 就是我们会有个表 然后你选 你第一志愿是什么学校 第二志愿是什么 那他就按你的成绩 如果你越好成绩 那你就可以先选 那其实都是看成 看你校内成绩 又看看你那些什么 平衡学士会不会拿很高分 哦 OK 那刚才你说到 你小学那时候 就得一堂 那个英文堂 那上到去中学 你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去适应 那你适应了之后 是不是老师上课 好像数学课 那些 就是历史课 那些应该都是用英文教的 你都听明白 是的 那那些老师 是不是全部都是香港人 还是说有些是 美国人 外国人 那样的 我那时候学校 也有外国人的 但是 就是教其他科 好像是历史 政治那些 那些 我们都是香港的老师 但是他们是说英文的 是的 哦 那我们记得 也有英文老师 他特意请外国人教英文 也有 但是很多老师都是 不香港人的老师 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是说英文 是的 哦 这样 所以你们如果是上课的时候 老师说是说英文 如果你要回答 你要说的 都是要说英文 是的 是的 那几个月时间 你适应到很厉害 很厉害 其实没有 你看香港 香港的教育 是 是你自己想办法要适应 如果不是 那种压力 是你一定要 要去找 你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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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你们好像是很早就 放学 8点到3点 通常是3点半 3点2 3点2 3点半 放学 一般学校都是 好 那么早放学 是不是很多人都要去 就是说要补习 是的 其实一般都是放了学 回到家 大概 你当是4点半 那又补习 或者做功课 就算不补习 也有很多功课 要做 做到 做两三个小时 每天 三个小时 那你又说是中学 是啊 是啊 这是一半 一半 你也是那些程式好的 可能要三个小时 如果程式差一点 可能要久一点 是不是 是这样的意思 嗯 其实一般都是 几个小时 功课 放了学 放了学 要温暖学 每天都有不同的测验 词验 密书 这个是 是的 所以我现在在美国的学校 教小学生 我就觉得 哇 现在没有功课 是啊 没有測移 没有课 然后 每天我们都要密书 測移 每天都有 所以除了应付工 每天都要读书 明天有測移 有小測 所以 几个小时 座底 是座底 一定要这样 哈哈 是很大的 那你那时候 中学的时候 一开始 头过几个月 你是不是要补英文 因为你可能英文 是跟不上的 那是不是要补英文 是的 我记得 是的 我记得 那时候 我们学校有个制度 是 他会给高年班的一些 就是有些师姐 可以帮一下 正好入学 就是中一进去的那些 学生 他会跟着你的功课 那时候是会有这样东西 所以有些师姐 在放学 他会教一下你的功课 或者帮你看看 那我就有一个师姐 教我的功课 放学 是的 那放学之后 你留在学校呢 嗯 留在学校 去去去去去 那班 是有些个别的教 然后我记得 那个姐姐 后来 她也 不知怎样 后来又变了我家 就是私人的補习老师 就是跟一个姐姐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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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就聘 他那时候是读中六 那时候是读中一的 他都很大 差不多入大学 是的 然后就是 他在读中大学的时候 他也有来我家 帮我 教一下我的功课 所以我记得 由中一有几年 都是 就是有这个姐姐 这样做的 哦 那刚才说到 他帮你補 是補英文 还是補其他科目 还是怎样 就是什么都有的 什么都有 是有什么功课上的 不知道 就是 但是你也是 那时候 在书学也是最上級的 那几个学生 上不到中学的时候 你这样的其他科目 应该是很好 对不对 那你还要補 重要的 我们每个都是 就算是名校 就算是名校 每个成绩都很好 都继续是有老师 補 等等 是 这个是一个 一个脆 不是成绩差 去補 就是我黑白的印象 就是觉得你成绩差 才要補 我是这样想的 不是的 在香港 不是的 很厉害的 那些 那些比我更厉害 譬如说 我叫成绩好 进去这间学校 但是 那间学校 每个都很厉害的 那些比我更厉害 很多的 他们都是出去補习 所以每个都可以補习 哇 我猜你香港人 都觉得很有钱 每个都要補 是啊 我觉得 其实有没有钱 都是 真的 是啊 都 都变成了 会这样 是的 那时候是你要求 会補呢 还是你妈妈和爸爸 都觉得有这些需要 才请这个姐姐去帮你補呢 其实我也会觉得有需要 因为 譬如我初来进去 去适应 譬如 有些东西不明白的时候 就 找人问 爸爸妈妈都很难 这样 去跟随很多功课的东西 所以 都会觉得有不需要 大家都觉得有不需要 有共识 就是为了这些需要 嗯 是的 刚才你说到 除了 英文 是不是 英文当然是 就是普通话和日文 我想问的是 日文你究竟在什么时候 开始学的 哦 日文我学是中学的时候 自己暑假 自己去报一些暑期班 这样学的 哦 接着大学 我就 读文学院 我就 选英文 语言学 和选日本研究 所以我又读日文 又读英文 在大学的时候 哦 哇 那你中学的日文读了很多年 其实 中学开始 接触 然后到大学 三年了 那时候 就读日文 但是 畢業之后 是的 其实 我也有去过日本 要工作 或者住一年 都会用到日文的 但是真的 在香港 我 之后 有没有很多机会 说日文 其实都没有很大机会 说 但是 那我很大行 就是自己继续 会看剧 或者自己 又继续 觉得是一个兴趣 去持持续日文 继续去继续 继续去继续 去继续 去继续 都是去到流利的 但是一般我们都是这样应付考试 当然也有一个基础 因为你每天都要上日文 但是始终很看个人、个别学生 但是我们也有这样的基本能力 你刚才说过你在日本住了一年 都在日本工作 是不是一毕业之后去了日本工作? 在日本工作25岁 毕业了几年的时候 因为我毕业之后 我去一间基督教机构做的 我去一间基督教机构 我去一间基督教机构也有很多 一些短期的训练 就会去不同的国家或者地方去做一些工作 一些福音的工作 因为我又有这样的读语文的背景 那时候又有日本的需要 我就去了日本 是几年之后 但是几年之后是一年 留在那里 但留一年之前就有很多短的 有几个星期又去一下 又跟其他大学生一起去 都去过很多次 做一些短时间的工作 也有 其实香港人很喜欢日本 很多人说 日本是乡下回乡 是的 日本是 我认为文化 可能小时候 有很多日剧 或者卡通片 在日本 所以我们 都很受到文化的影响 所以我大过中学的时候 都学日文 看文化 看文化 那我觉得用那个语言 都好 是的 所以学日文 既然你那么喜欢日文 而且你英文又那么好 之前有没有 在香港的时候 你有没有试过教英文 或者日文 有 其实我之后 我也有一段时间 我在香港 其实都有做 做回保证老师 去其他学生的家 去教英文 那 日文也有人 叫我教的 但是我说 如果你教一些 初级 中级的那些 那我可以由头教你 一些文法 一些法音 那些 那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教我广东话 刚才你讲到 你也有试过教英文 又日文 那你什么时候 你决定去教你广东话 我说 广东话应该是 2014年 即是10年前 朋友是 不知道他 不知道他 那时候我又有 帮别人補习 教英文 他好像看到一个 一个平台 是 说想找广东话老师 是帮一些在香港 那些外国人 学广东话 那样 是 那他就说 你看看你会不会 去 教 有些这样的 那我就 是 扔了自己的 照片 上去 那里 开始 慢慢就有人 找我 开始教 那 因为其实我 那时候 是比较freelance 去做 个别的 那些 补习 那有人 找我教 那我不是 都是 一对一 教 是不是 现在不教英文 和日文的了 只是教广东话 之前我几年都有 都有online 教 对了 现在就无教 主要都是 只是教广东话 那样 英文 我都没有特别 再说 修 修学生教 没有的 都是教广东话 那样 开始教广东话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是有点难 因为 现在教英文 因为是从小到大 学 英文都是一样的 广东话是你的母语 是 是 你学过的 那你教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很难 譬如我们学广东话 我们不用学拼音 那些东西 但是你教外国人 学普通话 就要教他们拼音 那你自己又要 知道一下拼音 如何运作 但是最大问题 就是去不同普通话的拼音 就是广东话拼音 有太多不同的款式 不同的书 又用不同的拼音 那这个是觉得很难的 对 她拼音是有很多 所以很难 没有标准的 这个是一个问题 好 多谢你 Vinny今天聊得很开心 多谢你 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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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